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唐世风月 当年唐世之所以会那么出名,是因为人们会说 唐世阿姑是世界上最高斗的妓女,没有之一 然而这里的妓女大多数都是手伸如玉 而其实唐世当年都是一些生意人聊生意,摸一下酒杯底的地方 在唐世里有一种妓丸叫做大宅,即是高级妓丸 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会光顶 因为大家在那里都是讲排场,讲好话 大宅的妓女通常都分为三种 分别是琵琶仔、本尔门和老举 琵琶仔是指初妓,即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境清贫而被卖到多远 而客人当然可以买走他们的第一次 但价钱就非常贵了 其实我刚才所说的三种都不会说明出卖肉体 但有一种称之为牛白腩的女士,即是可以出卖肉体 牛白腩即是指全牛胸骨上黏着的肌肉,有淡淡肉的意思 在唐西照妓的手组是必须要写花纸的 所谓的花纸,妓女要拿到花纸才会跟客人见面 而这些都只是一些体面的问题 不跟价钱有关的 除了陪过夜之外,陪走的都是妓女的重要工作 客人喝酒的时候,是会有小姐坐在客人的右后方 叫做后土,而在后土席上面都会有一只酒杯仔 有人来惊他的客人,后土也要举杯回礼 而亲热的部分,喝客对后土只能做轻微的接触 只能咬耳朵,不准吃吃的,当然也不可以打卡丽 可以交头接耳,不可以吃咖喱鸡,即是不可以猪面猪灯 经过一轮圈骂后后土就会举杯告辞 这就是歌姬陪走的经过了 说到这样,大家不要以为当年做妓女很好玩 其实当年的客人,是一年去到今晚才会来找数 年中通常都是先设置数 但有不少空心老观,因为积极困为太多数 一次过清不完,就遮图遮脑不出现 这个时候,这些数通常都是妓女和妓院对半分了它 所以其实万一有客人走售,妓女都要亏很多钱